能够入选NBA最佳阵容,代表他们是该代替联盟表现最出色的球星们,想要多次入选最佳阵容。 不仅要有强大的个人能力,同时巅峰期要足够长,纵观整个NBA历史,能够十次以上入选最佳阵容,都无疑不是实力超凡的剧星,能够十五次入选最佳阵容的,整个历史上也只有三名球员做到过。 科比新世纪最好的得分后外,虽然生涯初期的科比只是球队替补,但他此后迅速成长为联盟第一分位,并长期只把这个位置,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。 在科比的巅峰期里,他连续十五年入选最佳阵容,其中一阵十一次,二阵两次,三阵两次,这样的表现可以用完美来形容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他还十二次入选最佳防阵,是攻防一体的超级巨星,甲巴尔天高甲巴尔是NBA中名长青树,他在大学时期就展现出强大的实力,进入联盟之后同样表现出色。 甲巴尔职业生涯长达二十年,一共十五次入选最佳阵容,其中十次入选一阵,五次入选二阵,如果不是当时没有三阵,甲巴尔入选最佳阵容的次数将会更多,而他也十一次入选最佳防阵。 同样是坚守坚北的顶级内线,邓肯NBA史上最优秀的大前锋,虽然邓肯的球风并不华丽,数据也不算爆炸,但他却是完美的球队基石,新秀赛季就成为联盟顶级球星。 甲巴尔职业生涯十九年全部效力于马次队,先后十五次入选最佳阵容,其中一阵十次,二阵三次,三阵两次,表现堪称完美,而他在防守端的贡献同样伟大。 先后十五次入选最佳防阵,他也是史上唯一十五次入选最佳阵容和最佳防阵的球星。 大鲨与奥尼尔和卡尔玛龙都是四次入选最佳阵容,奥拉朱旺和诺维茨基则是十二次入选,乔丹生涯十一次入选最佳阵容,而在现役球员中,最接近这个纪录的无疑是詹姆斯,詹姆斯生涯至今十四次入选最佳阵容。 其中十二次一阵,两次二阵,以詹姆斯德个人能力和经济状态来看,未来多次入选最佳阵容可能性很大,那他就将创造新的历史记录,不得不感慨这些巨星巅峰,七的长度以及生涯统治力。